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圣彼得谈中文谈的儿童主日 感谢上帝教会安排了如此的儿童施工主日 让教友们多了解和关注儿童施工 我本身对基督教儿童教育特别的有负担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儿童蒙儿园的短短的一个视频 看到孩子们快乐的学习 我们谢谢老师们的爱心付出 也谢谢其他的负责人 你们辛苦了 今天早上 让我们思考着三个有关儿童施工的问题 三个思考的问题 第一 基督教儿童教育重要吗 第二 本行教会儿童主日学的情况如何呢 第三个问题 主日学施工如何转型和成长呢 主要的主题就是教养孩童 真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说到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牢 他也不偏离 教育孩子呢 需要加以教导 教养孩童的工作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大有果效的 一个经过适当教养的孩子 长大后 必然会敬畏和敬爱神 过着一个公义 蒙神喜业的生活 相反的 当一个孩子 没有圣经价值观的教养 那么 他就从来不会敬畏神 也从来不会喜欢教会 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 神是信实的 他圣经的教导呢 是真实的 就如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到 神的道呢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良人的剑更锋利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赤入 活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别 神的话也是 带有承诺的 回顾过去 当我的小女儿三岁的时候 现在大约是二十八年前 我们圣彼得谈华文谈的儿童主流学成立了 当时小女儿三岁不需要睡午觉 而且当时我们的主流学是在下午的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呢 有这一种的需要 我们要栽培人才 我们要有教会的接班人 所以中文谈的儿童主流学就成立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儿子 还有他几位教友的孩子们 就是第一批的学生 在我服侍儿童事工时 神就常常提醒我这个经见 就是真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那么教养孩子呢 走在当行的道 神的道是真理 有了这真理的道呢 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所以说三岁定八十 专家认为呢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的成长期所受的教养呢 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教养孩童是应当要有特别的计划 有吉利 这样呢 才能塑造儿童永久性的性格 有敬畏神 而力求圣经知识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呢 他们对属灵的事件 对教会会有可慕的心 会追求神 圣灵呢 会催促他们 更认识神 更要亲近神 而且呢 他们会自动的愿意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神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是一个带有命令的经文 在这个经文里呢 大家领路到什么真理呢 我相信 孩童是建造教会的成员 而且教养和栽培呢 必须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的孩子今年是三岁 那么你开始栽培 二十年后 他就是二十三岁的成年人了 那么如此的装备呢 将会让教会建立 有数字的教会领袖 从这经节呢 我本身看到 蒙神使业的青少年 一群蒙神恩福的教会接班人 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 他们会经历 诗篇三十四篇刚才所读的就是 他们会实时称颂耶和华 他们会赞美神 赞美的话语必藏在他们的口中 他们会因耶和华为了 当一群荣神义人的信徒被建立和兴起的时候 教会有希望了 神大人的子民呢 就是教会必定会健康成长 在我服侍儿童施工的时候 有许多很特别的美好见证 其中有些是很特殊的就是 有些父母呢 为了自己孩子要有更全备的儿童 主日学圣经教导而转教会 还有一位母亲呢 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听到她的孩子唱主日学的诗歌 而得到神的安慰和鼓励 这一首特别有能量的儿童主日学诗歌呢 百唱不厌 也是这首诗歌呢 那一位烂子回头 这位中年男士 有一天来到教会 他说神借着这首诗歌呢 当他回想到 他在主日学时所感受到的体验 而且是这首诗歌呢 再次的提醒他回到教会 主日学所唱的歌 让他印象深刻 神会重用我们的孩童 因为孩童们当纯的心师 天父更乐意和他们交谈 在父神的同在于宝负中呢 一个祷告的孩子 会接受更美好的生命果实 让我们的孩子呢 带出有神生命的祷告 我还记得 当我的大儿子 第一次要求我 为他祷告时的情景 那时候我相信他大约是十岁 有一天晚上在检查他的书包时 他发现到他的数学功课 不知 忽然间找不到 不知道他放在哪了 在担心和交集时 因为他担心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会令他的老师处罚 在无助时 他哭着求救 我问他 你要妈妈如何帮你 他说 妈 请为我祷告 求神 让我找到我的功课 我当时的心情是兴奋的 发现到 孩子在困难的时候 会寻求上帝的帮助 可是 另一方面呢 我也有点担心 心里在想 如果祷告后 也找不到他的功课 那怎么办 可是感谢神 神随听我们母子的祷告 他找到了他的数学功课 这种亲身的经历 孩子年幼的心里呢 知道祷告的大能 新兴的种子就开始种下了 我时常常调 父母要教导孩子们 带出有神 生命的祷告 亲身经历 神的作为 那么在 教养孩子的当儿呢 生命 应该要影响生命 孩子必须看到 跟随的榜样 父母须有深作者 改变呢 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 装备自己呢 对圣经的认识 以圣经的价值观呢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教导孩子 圣经真理不单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 父母呢 必须配达 在家 也要教导孩子们 遵循圣经的原则 遵守神的道 比如呢 让他们习惯的 遵守主导文 识歌诫命 背诵经文 还有要守家庭集团 在生命影响生命之后呢 我们也真的希望 我们的教会的儿童事故呢 会有一个突破 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 我们祈求父神呢 是一个清楚的意向 一个明确的方向 也求神感动我们 开始行动 可能我们可以 为五个儿童 写下五个儿童的名字 来开始代导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 要求教会呢 在代导的事项呢 多为主日学教师纪 儿童事工来代导 第三个呢 我们要为自己祷告 为什么呢 我们为自己祷告 让我们有这种的感动 多关心儿童事工 和多参与 如何参与呢 我们可以在代导上 在经济的协助 在交通的需要 或者是 求神给你这个勇气 成为一名主入学教师 或者是主入学的助手 我们要复兴儿童事工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 意向 能使我们的意念超越环境 超越周边的人群 也超越 服侍群体所带给我们种种的冲突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的意向 求神加添 我们上头的力量 有这个动力呢 继续服侍 祈求主 复兴圣彼得他的儿童事工 现在 那我们 一起呢 唱这首 儿童诗歌 我们只唱 第一段 这首诗歌就是 耶稣爱我 我知道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应有圣经告诉我 凡小孩之主牧羊 他们软弱 主肝强 主 耶稣爱我 主 耶稣爱我 主 耶稣爱我 因圣经告诉我 我们同心祷告 是的 阿爸父神 你爱我们 我们知道 应有圣经 真理 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软弱 可是 主啊 你干强 我们把儿童蒙恩缘的 孩子们 教师 及家长们 完全的交托 其旧主 赐恩 领导 看顾 保守他们 有主的平安 喜乐 身心灵 健康 茁壮成长 我们生活在 充满挑战的时代 求主提醒我们 好好教育 我们的下一代 不轻易 让他们随从 世俗的潮流 而陷入 患罪的 试探中 接着 圣经真理的 教导 让他们 战胜 考验 活出圣界 蒙神 许业的生命 让我们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 明确的决定 即承诺 为我们的 下一代 属灵教育 好好地 投资和代导 求主也让 教会 清楚领受 儿童 事工的正确 意向 与动力 做儿童们的 好牧人 领导即 教导 儿童 使他们走 当行的道 旧事到老 也不偏离 奉主耶稣 得圣的名 祷告 阿们